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日10月8日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召开紧急会议 大部分成员国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对此感到遗憾 俄罗斯呼吁停火中国支持联合声明谴责一切对平民的攻击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日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 以色列随后空袭加沙地带 路透社报道双方交火已导致超过1100人死亡 以色列媒体指出该国至少有700人死亡 巴勒斯坦卫生部则表示自7日以来已有413名巴勒斯坦人丧命 白宫国安会证实数名美国公民罹难 联合国安理会于8日下午在纽约为此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疑巴冲突 召开紧急闭门磋商会议 会中美国敦促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哈马斯 与会的美国代表罗伯特 伍德·罗伯特·罗伯特会后告诉记者 有很多国家谴责哈马斯的攻击 但显然不是全部 伍德说不用我说什么 你们就能猜到其中之一 法新社报道 这显然暗指俄罗斯 安理会并未考虑发表任何联合声明 更黄论据有约束力的决议 以俄罗斯为首的成员国们希望加强关注力度 而不是谴责哈马斯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瓦西里 那边甲 白斯拉尼班塞亚表示 我的讯息是 立即停止战争 实现停火 并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这是安理会几十年来告诉我们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未解决问题造成的 瓦西里 那边甲说 而通常在安理会上 会与俄罗斯结盟的中国 则表示支持联合声明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 安理会什么都不说 这很不正常 张军表示 中国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 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 尽快实现停火 中西社报道 张军在会中重申推进两国方案 张军说 巴以局势之所以屡见危机 根本上是由于中东和平进程 偏离正确轨道 国际社会和当事方 必须以最大的紧迫感为推进两国方案 做出切实努力 两国方案指的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中国认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存 是解决中东问题最佳途径 会议开始前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 埃尔丹 Giloud Arden 向媒体展示 以色列平民被哈马斯俘虏的照片 埃尔丹表示 这是指证历历的战争罪 和野蛮人讲道理的时代已经结束 现在是摧毁哈马斯基础设施 彻底消灭它的时候了 必须确保恐怖事件不再发生 谈及联合国安理会 埃尔丹强调 这种难以想象的暴行 必须受到谴责 必须给予以色列坚定的支持 来保卫我们自己 捍卫自由的世界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 李亚德 曼苏尔 Riat Mansour 则呼吁安理会 专注于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曼苏尔强调 以色列正试图以相同且错误的理由 替西伊伦的袭击辩护 任何人都不应以言语或行动 鼓励该国踏上这条道路 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代表 是以约旦和西安为中心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而不是统治加沙地区的哈马斯 曼苏尔表示 一些媒体和政治家的历史 是始于以色列人被杀 这令人遗憾 现在不是让以色列 做出加倍恐怖选择的时候 而是时候告诉以色列 需要改变路线 有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都不会遭杀害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 因为非安理会成员 都没有参加这次闭门会议 联合国积极与关键相关方接触 据总部位于加沙的联合国 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报告称 加沙遭受巨大损失 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受冲突影响地区 出现令人震惊的粮食短缺 而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 也发生冲突 联合国新闻报道指出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 正在与美国 欧盟 卡塔尔 埃及和黎巴嫩 进行密切联系 讨论以色列和加沙 正在进行的战争 联合国协调员托尔 文内斯兰 托尔·威斯顿说 现在首要任务 是避免进一步的平民生命损失 并向加沙地带 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他补充 联合国仍在积极参与 推进这些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